中國疫情持續延燒 上海各大醫院急滿患者 法新社報導指出 上海染疫率可能已達七成 不過官方公布的數據 中國三號僅僅新增 五例新冠死亡個案 世界衛生組織就批評 中國的新冠數據 並未準確反映當地疫情 特別是住院和死亡人數 北京的醫院外 救護車持續再來發燒患者 醫院工作人員趕忙出來阻擋拍攝 不過官方公布的數據 中國三號僅僅新增 五例新冠死亡個案 世界衛生組織質疑 中國在認定染疫死亡的標準 存在問題 還批評定義太過狹隘 這是WHO官員對中國近期處理疫情方式 做出最明確的批評 中國疫情的延燒 根據法新社報導指出 上海染疫率可能已經達到七成 醫院和火葬場已經快要不堪負荷 而且由於農曆春節將至 春運將引爆農村和中小型城鎮的疫情 這波感染高峰恐怕會出現在一月中下旬 不過中國外交部針對各國 實施的新冠限制措施 再度譴責是歧視性做法 各國的防疫措施 應當科學適度 不應借機搞政治操弄 不應有歧視性做法 不應影響正常的人員交往和交流合作 德國敦促歐洲訂出對中國新冠疫情的共同解決方案 歐盟執委會則表示 二十七個成員國絕大多數希望來自中國的旅客 在出境前進行新冠病毒採檢 公司新聞界為了一項便宜